我們先來看這個叫做就是 貨的一個這個編輯的一個技巧 那這裡面呢 我們先挑一個 版面設定的部分各位應該都有用過 有沒有 比如說你的文件 預設都是直的 但是有時候可能要變成橫的 那就是要從這邊來改 好就是要從這邊來改 那這個呢 我們可以稍微簡單先看一下 我剛剛有發現我們這邊 Office已經沒有2003了 所以反正都 你就 沒辦法啦 你就被強迫升級就好了 哈哈哈 如果你還在用2003的 這樣其實我平常在用的 多數還是2003 好 那麼你從這個地方 這裡有沒有 這裡有一個按鈕 你點一下 這樣子 我這邊本來看不到 來 在這邊 這裡 它就有一個 這個 欸 這邊了 這邊了 一下 我們一進來就常用這邊 你知道這個版面配置這裡 在這裡 版面配置這邊 它有一個方向 好 所以你可以從這邊來調整你的指 指 那個 基本的方向 但是 看是要直的還是橫的 只是內定都是直的 好 內定都是直的 所以如果你有需要的話可以從這邊 稍微設定一下 那麼再來我們來看您的 跟大家 使用 比較有關系的 就是 越走越走應該是比較沒問題 我們來看您的 請問各位有沒有用過 你叫做語言鍊 語言鍊有用過嗎 不常用 來 我問一下大家一件事情 你會不會有遇到一個情形 就是那個字 我不會打 大部分大家用的輸入法都是用哪一種 注音 除了注音以外 請問你 還有 有沒有 你 你像我是用無聲音 無聲音 有沒有 你用別的輸入法 副注音那是微軟的 那不是 那是那個 雅虎的 是不是 是哪一家的 我不知道 但是 我們會遇到一個情形 假設你今天是用注音的 那個字 我不會唸我就不出來 好 那 如果 我是用那個無聲音的 字不會唸我會猜買可以 可是 我如果那個字我沒有印象 我不會寫 那我也猜不出來 因為我要猜開來才知道啊 對不對 所以 那怎麼辦 你看到那個 假設我就看到那個字 我不會唸 你就用手寫的 好 所以我們在語言鍊這邊就有這個功能 那當然它還有其他功能 所以我先跳到這邊來 我們來 看一下 跳到我們的語言鍊這邊 語言鍊這裡 那 語言鍊這裡呢 它有幾個功能 我們跟各位稍微介紹一下 第一個就是它有所謂的手寫辨識的功能 那雖然我們現在用卡式 但是你這樣可以 可以寫 好 這是一個蠻不錯的方法 那再來就是說 你也可以查底的話 也可以查步手 或者 查那個 所謂的特殊符號 好 雖然握著裡面也有插入特殊符號 但是你可以在語言鍊裡面就可以查到 好 就可以查到 所以 我們可以來找看看 你的語言輸入列在哪裡 你看看這邊 這裡 平常你都會把它躲在最下面這裡對不對 有沒有 平常你是不是都躲在最下面這邊 好 那你可以按右鍵把它顯示出來 還原這個語言列 你把它還原之後 你就會發現其實它功能還真的蠻多的 好 它還蠻多的 好 你現在看到 在哪裡 我把它 看一下 這邊 诶 語言列 在這邊 在這邊 好 那 你現在看到這個呢 把它的 文字標籤 打開 然後呢 今天如果我先換到一個輸入法 你在這邊我先換到多拜好了 這個出雲的 好 各位有沒有發現這邊有比較多工具列了 我看到了 我們來找一下那個 那個 手寫編制的在哪裡 在工具這邊 在工具這裡 因為有時候難免我們會遇到沒有 有沒有看到一個叫做輸入法整合器 好 就是 你在工具這邊按一下 找到輸入法整合器 事實上 除了這以外 各位有沒有看到螢幕的小鍵盤 還有標點符號 因為有時候我可能那個符號我不會打 或者 鍵盤 你這樣看 比較不方便的時候 我可以把那個螢幕小鍵盤調出來 用點 拿出點 也是可以 好 也是可以 那 我現在呢 把這個輸入法整合器 調出來 有看到嗎 對不對 好 手寫電視哦 我先問各位一下 三個木疊在一起叫做 神 三個水疊在一起叫做 三個金疊在一起叫做 要誤不 三個火疊在一起叫做 糟糕的 好 這裡有不同的解查 所以你用注印是不是就有可能找不到了 來試看看 哈哈哈哈 來我們來試看看 因為我們會遇到這種問題啊 對不對 誒 誒 跑去哪裡了 誒 抱歉 因為這樣一點反而會不見 所以我先用這個 來 三個火對不對 我們看看有沒有這個字 哦 真的有這個字呢 他要叫做什麼 火焰的怨有沒有 火很大 請問如果再加個風呢 飆車的飆有沒有 因為你會發現 就是有些字就不會寫啊 比如說像那個好了 很尷尬 尷尬要怎麼寫 哈哈哈哈 尷尬你當然會唸 但是 有些 像我比較 這兩個字我不常寫 哦 我 我就沒有那個字的印象 這時候我猜嘛 我就不會 有沒有 沒有 所以你用這個輸入法的時候 你可以 預測呢 它是用所謂的 手寫辨字 那你可以用到筆畫 或者你知道步手 也可以 好 所以這個功能 我想各位你真的可以找一下 因為難免會遇到那個不會的 好 那我把畫面就還你 各位哦 你先找看看這個語言工具列 好 你先把它還原一下 先把你的那個握著打開 好 你幫它還原 你找到這個 工具 好 應該 雖然 我也有 我們自己之後會批評他 但是他也有些東西做得不錯 好 而且這個功能 你字上從哪裡就有了 2003就有了 所以你不用 一定要裝最新版本的 你2003就有這樣的功能 現在呢 如果說你這個字已經寫完了對不對 你要寫下一個字 你可以從這邊 右下角這邊 有那個清除 好 從這裡可以把它清除掉 就在這邊 你可以把它清除 好 把它清除掉 那這樣你就可以帶一個新的 好 剛剛我們提到了 哇 這三個小在一起 不能叫小三啊 三個小 小有三個 叫做什麼 哇 哈哈哈哈 怎麼念 它有好幾個字對不對 碼 碼 摩 哇 好奇怪的字 那 那相對的 那相對的 當個大的話呢 有這個字嗎 應該沒有了 不然我們就創事了 哈哈哈哈 好 OK 所以這樣應該各位可以稍微了解這個所有輸入法怎麼去的 好 那這個其實也是 呃 難免有時候我們會遇到的 那 有了這個概念之後我們再往下看一下囉 接著 接著 插入特殊符號 插入特殊符號的話 其實 我們剛剛雖然有看到這個工具裡面也有所謂的 你今天找的如果是什麼機器免體 裡面就沒有什麼特殊符號啊 對不對 因為我們在握著那個 你會有時候要擦這些符號 那我們來看一下囉 這個會在哪裡呢 你看我們在插入這邊 再插入這裡 來我這個先把它關起來 你知道嗎 收到下面了 你看我們插入 右手邊這邊就有個符號 在這邊 在這個插入的這邊 符號 但是這裡面的可能不是我要的 所以我還要再從這邊找 好 找一下其他符號 好 這個之後他就會問你了 哇 你要哪一種 可是你看喔 實際上 他是從左手邊這邊有沒有 把我往下一點 他是從左手邊這邊 有沒有發現他去挑一個字型出來 有沒有 他從左手邊這邊去挑字型 那麼我們一般 我們比較常用到的 有那種所謂的特殊符號的字型在哪邊 主要是這四個字型 來你們看一下 第一個 就是你現在看到web in 這一個 這是第一個 另外呢 還有下面這裡有三個 所以我們一般的特殊符號都在這四個字型裡面 當然你在網路上還可以找到其他 但是這四種字型是所有電腦裡面都會有的 所有電腦裡面都會有 所以如果你要找一些比較特殊的字型的 就是找這些 你不要回去上面再找什麼其他 或者你只會用它那個字型 其實不只 它只是說 內定在 內定是在這個叫windings 就是這一個 就是這一個 內定是這一個 但是其他裡面還有 所以你要會找 比如說你看 我們常常在寫那個符號 你看 這裡 我問一下各位 有時候我們在寫那個資料的時候 我們在word裡面 會有一些它是像這樣子 那希望你用打勾的 這樣有沒有 可是你這裡可不可以找得到那個符號 好像沒有 或者你有時候要打勾 要打X 對不對 那這個時候怎麼辦 你找看看 我 我 內定的事情裡面 我也有找到這個 對不對 有一個這個 對不對 叉叉的 可是沒有那個勾勾的 怎麼辦 我找另外的事情 我們看看這裡有沒有 沒有 再找一下 嗯 說沒有 這裡 沒有看錯嗎 對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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這裡 在右下角這裡 有沒有 這裡有 但是有一些事情 你可以看到就是剛剛那個不同字裡面 它就有一些特殊符號 所以你要認識一下說 其實可以找一下其他的 稍微找看看 你看那這樣也可以找到 你會需要的 好 那這樣我就可以把它用在 你的這個文件裡面 好 因為你常用其他就是最近用過 它會留在這裡 好 好 這個是 呃 我們現在 在這邊呢